玉里站第五届赤柯山蜜香红茶评件比赛人道登场 总共有23位93个茶样点来参赛 经过专业评论的分级选出了四金九银还有九铜 其中特用作物产销第四班的陈文中 他一个人就包办赛面金牌 陈文中他说期盼大家一起努力 让赤柯山茶产业能够更上一层楼 23位玉里赤柯山的茶农 总共佼佼93个茶样点参赛 角逐赤柯山第五届蜜香红茶评件比赛的金牌奖 不过想要拿金牌还得通过茶叶改良总场秘书吴申顺 茶开场台东奔场茶座兼制茶客长罗世凯 所组成的评审团高规格的评评才行 那我们的金牌奖老实讲 蜜味新鲜度都很火 包括的他的一个body 就是喝起来的滋味的醇厚度都很够 经过专业评审的评鉴分析 评评出四金七银及九同的奖额 而新出炉的四面金牌奖得主 由特用作物产效第四班的陈其红 陈文中两人拿下 而其中陈文中更是一人包办三面金牌 不仅现场班员去电功课 班长吴志明也予有容颜 那你们班员的水准都是金牌的 对啊很强啊 很强啊 嗯 那他们今天怎么都没有人 因为有的有事有的在作茶 嗯 继续在努力 第一年我就有了 对啊 第五年了 所以这是你第几面的金牌 第四 就是 也是一直挑啊 挑到好长 两位金牌奖得主都因忙着在山上采茶 而未能到场 另外一方面 主办的镇长蔡秋龙 也因临时有药工而缺席 另外受命的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 除了戴维颁赠助理品师实习结业证书 另外也特别感谢上级单位 以及赤柯山茶农们的努力 让赤柯山产业多元化发展 也逐渐打响赤柯山高山一乡红茶产业的知名度 做茶的相关的茶叶的状况 身上的技术互相做一个交流 那茶开茶也很认真 我们的民主媒体都会来 找到那里是 接了人或跟那里 他们每年都会特别偷偷来这边 帮我们知道我们的农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分析体验的包装 把品质的茶饮做出来以外 也是希望透过这个评件的方式 每年能够多学一点东西 而相较于去年 今年赤柯山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受到暑期赤柯山花季农忙期 以及疫情影响 评件比赛时间顺延 也使得参赛茶点减少 不过评审团总召秘书吴胜顺指出 额奖的茶样点 不论是蜜味 茶汤侯韵 也都在水准之上 完美呈现高山蜜香红茶 独有的口感风味 值得消费大众平民享受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